听了您的发言真是振奋人心 我相信新一届支伟团在您的带领下一定会步履不停 步如使命 最后我们隆重的请出最外邻创会会长 李崇海胜任讲员至此 掌声欢迎 各位朋友 我是很少上来讲话 所以今天 讲这几句给大家了解 我们的这十年了 来来继续 这十年是很快的 过去我好像 在座这十年的创会 好像很快的十年 因为我们这十年 以前我们的旧制 其实这次好像我们的旧制 刚才我跟来发兄讲 我们的旧制本来是很隆重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过了这个十周年 所以都比较简化一点 这个十年 这个十年我们有这个 以这个十年有这十个的前会长 不过前会长除了那两个坏虫 那个不要算了 就剩下八个 八个七个 还有那个年任 所以因为我们的前会长 六个本来都是很好的带领下 只有两个就是做得不好 本来我们的名声很好 会弄到有一个不大好的 给人家发肥的印象 所以以后我们的新总理上任的 可能就不会了 因为我们的上新总理 这个我们讲演会 对我们的讲演会都很有帮助 所以我们以后 希望是不会再发生这种意外的事情 人家讲啊 跟上的 对的团队 就好像猪八戒一样 他 跟的谈生 谈生 他 一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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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戒一能呈现 废话少说 我们还在讲这个 过去的一年 过去的一年 在新立会长的 英明领导 之下 至于花林讲演会 不但排除了万难 还在会友的 演讲的能力 团队的组织 能力 整体的 竞技能力 都做了 非常的 接触的 成绩 这是非常 了不起的 一件事 在此 我代表 闪铁会员 向你的 和你的 团队 至上 最真诚的 歇意 今天是 喜之顺 和各位 新任的自委 救治 重要的日子 同样的在过去的 一年当中 之顺也办了 L1分区的 市所 四个会所的 四个会所的 分会 包括 本会 也是尽心尽力 劳苦 功高 今年 由 他 带领 彩带 的分岁 技能力 华语 教育会 我会整体 我们 整体会员 都能 放心 相信 我会 在新的一年里 一定会 做得很好 之顺 谢谢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创会会长 还有我们的前会长们 感恩你们的奉献 你们的付出 你们的指导 因为你们 今天我们后人 才有地方成良 谢谢 让我们再一次把乐乐的掌声 献给你们